演员的诞生第二季网传任素希将录制 自从喜剧电影《驴的水》播出之后 任素希被更多观众所熟使 《患乐之城》第一期任素希与导演欣爽 一起合作了时光机唱呼了很多观众 这当节目中任素希的演技 也再一次得到了观众们的认可 毕竟是话剧演员出身 演这种一镜到底的小短片 还是比较有经验的 任素希2006年正式出道 参演剧情电影《第八个女人》 此后主演多部话剧 虽自身演技不错 但话剧的公众毕竟有些 被称为小剧场女神 在她在电影《驴的水》播出以后走红采访中 任素希曾坦诚地说道 并不觉得自己是突然有多保护 业务有多精进 只是电影相比于话剧的观众量极大了很多 让更多人看到了我 因为演张一曼而走红的任素希 并不想一直到困于张一曼这个角色中 按她的话来说 张一曼这个角色就是她自己 但她自己并不只是张一曼 而是有更多张一曼没有的东西 是一个更复杂 更丰富的自然人 这次任素希录制演员的诞生 相信也会为观众们带来惊喜 你期待吗 原创作品尽职转载 搜索影视相对论 关注最新消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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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